好 接下來就是聊美選的時間呢 今天加入我們的同樣是 TVBS新聞網的資深記者黃珍怡 Joyce你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彭帥大家好 Joyce我想要先看 先請教你 剛剛看到這個賀錦麗造勢的畫面 現在看起來人山人海 看起來哇 這個勢頭正好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從關鍵的搖擺州來觀察的話 他勝選真的如剛剛畫面上 看起來這麼有勝算嗎 我們來看一下一天一民調 今天帶大家兩個民調並在一起看 我們先提到剛剛志宇講到的搖擺州的部分 之前我們提到了這個 有這個預測鬼才之稱的Net Silver 習佛他的模組 那他的模組呢 其實有列出來幾個 賀錦麗他有進步的地方 在搖擺州進步的地方 我們來看到是密西根 威斯康辛 還有喬治亞 這三個州 其實他的支持率都比上一週有在進步 但是要注意到 他雖然密西根跟威斯康辛 他是領先的地方 但是在喬治亞州 川普還是領先的 領先了1.4% 但喬治亞州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偏紅的州啦 因為上一次 四年前那一次是 拜登稍微逆轉勝了一下 被籃拿 被民主黨拿下 但是他本身歷史來講是個比較偏紅的州 那賀錦麗本來就要去翻轉 是比較稍微困難一點點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其他四個搖擺州 內華達 我們昨天講到 他就是非常的 很有影響力的州 那你看他兩個是打拼的 完全是打拼的 霧波的狀態 對 那這個我們就先不要管他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其他三個州 亞利桑那 北卡跟賓州的話呢 在這個習佛的模組裡面呢 川普是比較有領先的優勢的 都比賀錦麗多一點點 好 那所以說 他的模組預測下來的話呢 如果不要看搖擺州的話 全國的這個投票率來講 賀錦麗是領先的 但也沒有領先很多啊 48.6比像川普的47.5 對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把這個民調啊 然後等等之類的 放到他這個模組去 他還有其他一些變數 對 下去如果說今天來投 10月29號來投票的話 選舉人的這個票數 川普是比較多的 289張 這差很多耶 加加減減 至少差了40張選舉人團票 對 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像是 2016年希拉人對川普的 那種感覺 縱使你得了普選的這個 普選票比較多 但是選舉人票你輸給了川普 好 那這個我們來 再回再看到路透最新的這個民調 他公佈的其實跟 習佛模組的有一點點像哦 就是賀錦麗是領先的 但領先的很少啊 只有一%而已 而且可能是在政府的 調查的政府誤差之內 對 好 那我們看到 還有特別列出經濟失業 和就業的方面呢 川普大領先哦 47%認同他的 只有37%是認同賀錦麗的 移民政策川普也是領先 48%對上33% 只有哪裡是賀錦麗贏的呢 處理極端政治跟民主威脅 但是只有2% 你看這2%要怎麼樣把這個 前面這個10% 等於說他得分的太少了 但失分的真的太多 等於說他就算贏也贏的不多 對 所以這個是需要去注意的點 而且尤其是他發現9月下旬期呢 其實賀錦麗的優勢 開始慢慢的在減少當中 所以他擔心啦 你縱使領先這麼一點點 是不夠贏得大選的 也呼應到習佛的這個民調上面來了 但這一次我就很好奇說 通常我們講說賀錦麗 當時他一開始出來說 代表民主黨參選的時候 接手拜登的位子 想要再來攪租大衛 一開始 哇這個氣頭震望震懾 大家沒有想到開高走低 那他有可能找他以前的老老闆 也是我們說的 拜登來幫他助選嗎 這個找前老闆來助選 現在的老闆來助選這件事情 對賀錦麗來講是不太可能的 反而是扣分嗎 對 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說 最近的幾場造勢活動 你看賀錦麗找了歐巴馬 來幫他助選同台 找了歐巴馬的太太 蜜雪兒來跟他同台 你看到那麼多造勢場合 就是沒有看到拜登跟他同台出現 在想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有線上民調的機構就分析說 這個雖然你看我們剛剛提到 那種全國的民調 賀錦麗他都是領先川普一點點 但是他的處境其實是比四年前 他的老闆在選的時候 還要更加的困難的 很多是說 尤其是搖擺宙的選民會覺得說 賀錦麗因為他就是跟現在的總統 他們都是執政黨 他有執政的包袱也在身上就對了 對 所以是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在上面的 紐時就有講他的報導就講說 賀錦麗的團隊的話也講得很明白 說你在最後這個衝刺關鍵 你找拜登一起來 其實是對賀錦麗是有傷害的 那拜登目前他也有幫賀錦麗站台 但是他都自己一個人出現 他可能是透過一些貿易團體 或者是工會等等 這個活動是要他OK 然後賀錦麗團隊這邊也OK 他就會去出席這個活動 但你不會看到他們兩個一起出現 兩個同框的畫面 不要出現就對了 對賀錦麗來說 對 目前來講看到是這個樣子 然後連CNN的報導也講到 拜登最資深的助理 他講到說其實總統的角色是有被削弱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要讓選民再更認識賀錦麗 雖然我們常常在節目上面講 賀錦麗 川普等等之類 但是你要知道美國那麼多人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對賀錦麗那樣的熟悉 尤其是他是副總統 但是大家可能對於拜登的印象是比較深的 對於賀錦麗是有點模糊的狀態 再來就是拜登他任內的支持率沒有很高 就像剛剛志宇你講的包袱這件事情 政包袱反而揹在了賀錦麗身上了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拜登呢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幾次的活動 他有點禍從口出 如果說 我直接講豬隊友可能有點那樣的意思 來看一下10月22號他在新海布俠州 他直接說川普對民主構成威脅 We got to lock him up 這個要把他關起來 對他後面有講說是政治上的 politically lock him up 但是呢川普陣營就拿來就是大作文章說 你就是一個政治迫害 對沒錯就是講 就是讓他可以來好好罵一頓 結果10月29號還有一起 他講到就是回應說 這個川普在紐約造勢的時候 他請來的脫口秀演員呢 講到說波多黎是個漂浮的垃圾島 結果拜登呢說 我看到唯一漂浮在外的垃圾 是川普的支持者 又得罪別人了 結果這個川普馬上說對粉絲說 你們不是垃圾我超愛你們的 趕快順便募款一下 所以這個拜登目前來講 已經失分兩次了 這個有點危險了 讓賀錦麗團隊是蠻緊張的 那Joyce我就想請教 剛剛其實也在新聞畫面看到了 其實賀錦麗造了白宮的南草坪上 進行造勢 哇現場看起來也是人山人海 但是這個地點是不是也有所謂的特殊意義 對因為我們看到賀錦麗 他這次選的地方其實是 這個白宮南側的橢圓形草坪公園造勢 來了7萬多人 那選在這邊就是因為川普 其實川粉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在這邊說 我們要就是進到國會去 那川普自己也在這邊發表談話 有點像鼓動 就是國會暴動的發生地 沒錯沒錯 那他就選在這邊做他的 所謂的競選截變 為什麼要講競選截變 就是因為賀錦麗以前是檢察官出身 所以他是這個節變有他的那個背景 哇好有他的風格 對那他就是講到說其實川普就是 沉迷於這些暴力啊 沉迷復仇等等 那馬上提出了他的一些工作的清單 但是呢我們關切到說其實場外的民眾 對於加薩中東的議題是很關心的 他們希望說 賀錦麗不要再跟拜登做一樣的事情 把武器提供給以色列 那所以說美國民眾對於這個加薩 對於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甚至對於台海會不會有更多的關心 或反應在選票上面來呢 我們還會持續跟大家做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的聊國際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9點